看著自己的聯務員 老農夫真的連嘆氣的力氣都沒有了 就算還得踩在水裡復原的工作 還得再繼續 原本這個時間應該是要揭幕 但現在一切都只能夠停擺 唯一能做的就是噴藥 噴藥就是為了要降低損失 能救多少就多少 原本屏東南州臨邊的大連霧 黑金剛被農民視為黑金 但現在別說是金了 別爛就偷笑了 老農夫說一年不如一年看田吃飯 天災無法避免 但是看看現在的天氣 都已經放晴兩三天 但是聯務員還泡在水裡 這樣的品質說實在的 能不能夠又大又甜 老農夫也不敢保證 雖然現在聯務價格不排除會漲 因為產量預估會少三成 但是對老農夫來說 沒有好品質的聯務來賣 就算價格再高 也是看得到賺不到 只能夠期待明年 老天爺給個好天氣 來個大豐收 記者張春華 吳藝靜 屏東報導